一个香港男人涉验由美国走私受保护的乌龟到中国 在美国被起诉,最高可以被判监10年 起诉书说易樱田世强的53岁香港男人 去年6月在知情和非法的情况下 协助出口40只受保护的东部商规 他将这批乌龟分别放在4个包裹里面 并且在虚布里面装着杏仁和朱古力饼干 护柜被包在墨里面,以免他们周围走被海关发现 包裹里面,其中一只乌龟已经死了 田世强上个月25日在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被捕 第二日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第一次出庭应讯 一共被控四项走私罪 一旦罪成,每项罪名最高可以被判监10年